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战报 我国代表团在今天的16强赛中 拿下一胜两败的成绩 谢定峰和苏伟毅的这支双打组合 成为我国在赛事中仅胜的球员 那没错 谢定峰和苏伟毅以21比19 21比16直落两局 战胜了韩国的崔帅龟和金元套 那双方在首局几次战成了平手 谢苏组合积极追分 一路从后追赶至19平 那随后崔帅龟和金元套 先后回球失误丢分 让谢苏组合以21比19先拔头筹 被扭转丢了首局的韩国人 在第二局表现积极 不过我国组合保持稳定的表现 守住领先 最后以21比16取胜 那谢苏将在明天的八强赛中 对阵日本的古鹤辉和斋藤太一 争取半决赛资格 而在之前的赛事 南双自由组合王耀星和张玉宇 经过42分钟奋战之后 以20比22 17比21 不敌印尼的里奥和丹尼尔 结束征途 混双组合陈建明和赖佩军 则以17比21 16比21 不敌另一支印尼组合 李诺夫和皮塔 无援晋级 不敌印尼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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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回 并非 感谢观看